吴妮娜 吴妮娜 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莲省政府112年度春季国商 及追悼公损将士大典 29号一大早分别在花莲市中列祠 以及吉安湘军人中林祠来举行 那么县长徐政卫则是担任主绩 并且率领县府的各局处的首长 军政将领 机关团体以及仪卷等等 代表制计 这次过往先列 祭典庄严肃目 花莲省政府112年 春季国商及追悼公允将士大典 29号一早分别在花莲市中列祠 和吉安湘军人中林祠来举行 由县长徐政卫担任主绩官 带领立法委员傅昆奇 县议员吴东升及县府各局处首长 军政将领 机关团体及仪卷等等 代表制计追思过往先列 县长徐政卫除了向先列与公允将士表达遵从与追思外 也足以向遗嘱民众慰问致意 也感谢所有国军弟兄为国家无私的奉献 在国防及各项救援工作上尽心尽力的付出 对其至上最高的敬意 敬祝所有国军弟兄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记者 徐立晴 华联士报导